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弄了个信封 这傅教授拿回来一看 一万块钱应该是港币 是吧 一万块钱 然后就收到一个电邮 要不说是数学哲学智商很高 说是匿名的电邮 就是说是我给的你这一万块钱 你把考试题给我 把什么给我 把答案给我 这老师香港老师下坏了 然后还在校长陪同下 到廉政公署 ICAC吧 廉政公署举报 然后你看廉政公署就嘱咐他下套 说约那个人某一天 在一个什么餐厅会面 结果那学生还是要求多多 说你不但要把我这个试题给我 你还要给我带一个空白的本子 让我把这试题抄下来 然后就在咖啡馆见面了 见面就把题给他 这女性在那狂抄的时候 夸他廉政公署的人上来 摁住了给 我想说这个事情 廉政公署是中国今后十年里边 最需要的东西 这个廉政公署真是非常好 他为什么这件事情他可以管呢 因为大学老师拿的是公价的钱 所有拿公价的钱的机构的事情 廉政公署都可以管 如果私人老板的事情 他这个就不能管了 这个你得报警察局了 而你知道我们这个大学里面管到什么 就是说你比方说 比方我拿了学校的钱来租房子 我可以租理秀员的房子 对不对 你有个房子 我问你租了 那这个价钱当中有个含糊 有很多人就这样做了 租了弟弟的朋友的媳妇的什么样的房子 隔了事隔多年以后 被他们查出来 还得坐牢 就欺骗 就这方面管得非常 你知道这种事情就是说 你的成本 你要犯事的成本 非常的高 所以很重视这个成本 所以他绝对不会 你拿到这个不要说这种 我收到学生的什么饼干 收到学生的拿一个 有同学送给我一个本子里面是那种钱 以前的股钱 也不知道真钱 讲钱的那种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可是文章你会怎么处理 如果以我来讲 我会觉得其实像这个事情可大可小 可是刚刚讲到说这个女大学生 其实她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秀 她一定是很紧张或很害怕 那是不是要给她一个就是私下处理的一个管道 不要直接就弄到 还有律师讲 说是这个女学生是从内地来的 她那个不知道我们香港的法律 这个不行 但人家法官说你不能以不知为明 就逃避罪责 不过我是可以理解 因为内地在这方面比较灰色地带比较多 买考题呢 这个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这个是一个很错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不单单是给你好处 你还伤害到其他人的利益 你有了考题了 对其他的学生就不公平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 我有朋友就托我说 徐子冬啊 我认识一个学校的校长 这个校长说看你们的节目 对你印象很好 现在他们招学生 小学生呢 他说我你能不能介绍就帮我介绍 我说那可以啊 我介绍认识 不是介绍认识 介绍送钱给他 多少万 你说怎么送钱还要介绍 他说你不知道 这个学校要进去 全都是送送钱的 直接送钱的 而没有关系是送不进去的 而这个是 很多人就把它看作我们的 潜规则 他说你送进已经算好的了 是是是 这就是后门文化 没错 你现在这个有些学生是什么 折校费啊什么的 那个老师校长 是不给学校几千 给我几千 我可不打收条的啊 你知道就 他说这个潜规则 我得想起香港 我刚去香港 我很不满意 我也跟着外警队出去采访 我记得有一回 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完了之后 到中午吃饭的点 我就等吃饭 那天也没吃早饭 往外赶记者 我说这香港连饭都不管 然后说那红包也不发 我刚去的时候 我说这香港这怎么回事 白干了 我以后再不出去采访了 我以为 我以为怎么不给红包 咱就理解了 那么国 什么什么地区情啊 给顿饭吧 饭都不给你吃 但是香港的记者安之若素啊 甚至于有个香港记者跟我说 他到内地采访 红包他不敢拿 因为他拿了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这就是规则的问题啊 而内地的这种 对于贿赂的模糊定义 就这个行为的模糊定义 造成了现在很多 怎么查 你现在查了陈良宇 不知道该怎么查 你知道 所以那天 有一个人情上面的 就是中国人 其实有的时候很重情啊 他就觉得有一个人情 可能我跟你的关系特别好 但是以这个大选女生来讲 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案底之后 对他未来的人生 其实是 一生受影响 他内地不知道 如果他在香港找工作 他几乎不可能了嘛 还最近在北京这边 我们的内地这边 也有一个女学生 受到广泛报道 你知道吗 豪家我一听 这是神童啊 叫吴盈盈 才21岁 就这女的 拿过几项国家发明专利 然后呢 还是什么 参加过什么亚洲的数学比赛 全世界的数学比赛 一等奖二等奖 而且呢 还是什么 没送钱吧 不想干 送钱 我跟你讲讲 还最近这个被美国某个公司啊 就直接 现在还在学校呢 已经聘成亚洲区的一个什么部门的副总裁 你说这多才多艺的 连从三岁开始学习舞蹈 已经通过芭蕾舞分级考试四级 据说是最高的 中国民间舞九级 精通歹足舞 这就是文武双全内外兼修 又能跳舞 又能发明 还能做总裁 只有21岁的大学生 没错 人家还说了 说医院给我做了脑电波了 我的脑电波可能有遗传因素 跟我爸一样 智商高 有两条线比一般人长 特别长 不得了 他爸做什么的 谁知道他爸做什么的 他的这个强调 也就是说他父亲的基因好 所以他遗传到了那份的聪明才是 不过网上不是也对这个事情 其实有质疑吗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怎么可能这么优秀 而且我看到在台湾的报道 这个女孩子也红到台湾了 真的吗 台湾也知道这么个人 也知道这个事情 而且报纸登得很大 但是那个报纸上面讲 就是说质疑他这个所谓的 你刚刚讲到副总裁 报道上面是他报出去 就跟广大民众宣布的三项奖项里面 实际是真的只有申请一项 就是一项认证的 其他的可能就是他有发明 但是还没有报 或者是怎么样 三项播文 七六两项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对着女孩子来讲 第一个是大家觉得你优秀了 但是第二个觉得你的诚信有问题了 是不是 为什么 这个还难说 还有在调查 对 但是我就是说媒体对报道的主角来讲 其实反应是两极的 但是大学生羡慕 这才是关键 光刚一步登天 找工作 有的大学生你知道都找到收容站领馒头吃去了 就就到这程度 人家光当一下副总裁了 这个才是关键 我对这个人我完全不了解 也可能真的非常出色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我相信他一定出色 我觉得这种事情成为新闻 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情 就对大学生 都觉得 好烦操 你像我现在假如21岁 我在大学里读书 我微积分 我那些东西搞得头昏脑胀 你知道你花一天花16个小时 你拿A 门门拿A 你已经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拿掉了 你这些东西将来怎么变成钱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遥远的问题 现在突然人家跟你说 隔壁女孩已经做副总裁了 你说你的 对别人影响 你这个啤酒就扁掉了 你说你觉得 你说会不会有某些 最近温家宝总理 我注意不是当大学培养大师吗 会不会是有一些这种超人 人类一直有一个理想 你知道吗 就是说到底存在不存在 这种跨越多方面的 具有才能的 比如说达芬奇的超人 什么都会 对吧 利息大的 甚至是利息大的 能把铁丝给拉成条 对吧 就是这种理想 我就记得就说是前一阵说爱因斯坦 这当时爱因斯坦临死的之前就说把我的遗体火化 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解剖研究 所以有个人就把他大脑留下来了 后来说要研究 这个人跨越了美国就送到普林斯顿大学 把这个大脑的标本 他走了4800公里 你知道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跟了他4000公里 就保这个大脑 几个调查组 有日本的 有哪研究 现在其中一个调查组 发现说爱因斯坦的大脑有点什么异常 顶顶顶顶顶 据说是负责视觉和空间推理的顶顶 爱因斯坦比咱们大 15% 这玩意儿 然后说也就个百分之多一格楼 不是 说咱们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顶顶顶 是给左右半球分开的 人爱因斯坦的 没放 你知道吗 完整的一片 是完整的一片 说这玩意儿 你就输了 你就没办法 而且说爱因斯坦大脑表面 这个叫勾回 勾回比较少 不像咱们 勾回比较多 咱们去填几个 填填 我的确是 听好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前几天我就去人大 人民大学 就我们这个隔壁 就是跟学生们 什么有个交流 跟我们凤凰网站的 那个宣传一起 我就发现 那个学生们跟我提问题 就好像比较 就是说 从你的工作经验当中 你给我们点什么实用的 我说了云山雾罩了一通 人说这个不够实用 你给我们点 有实际指导作用的 你说最后我给逼的 就没车 我说 我说 那就是像我爸妈妈说的 到单位里 要听领导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个经验 就是你一开头去 你得把领导 交给你的事做好了 吃的苦中苦方 为人上人 对 最后他能轮到你 也有话是权 这么个道理 我就看见 说这个无盈盈 人家就讲 85后 85后 里边还提出一个概念 说60后 我就算60后了 说60后的人 是干一行 爱一行 你看我说的这个理 就是干一行 爱一行 就别太想着自己喜欢什么 你刚到社会 总得干人家拧巴的事 或者先满足人家需要你干的事 对吧 就干一行 爱一行 但是他们说现在85后不是一个风范 人家爱一行 干一行 就是我喜欢这个 我的理想 我就去大刀阔斧 去追求 但是现在也就是说85后的这些孩子就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可60后的人就不是了 就是随遇而安了 给你什么东西 你就是安安分分的过日子 你觉得那徐老师 他不会很清楚要什么 但他清楚的是我要 就是我要这个清楚 就是说而这个对知识相对比较冷淡 对政治也相对比较冷淡 整体来讲是素食的社会 所以他一直逼文涛就说 你就告诉我一个有用的 我只要知道那一句经典是什么 前面都别讲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很素食了 就别人的成功经验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现在的学生 福啊 因为你知道周围那么多东西 你听听看 那么发明 副总裁 那个人买什么车 那个门口宝马街 所以很多人 你知道现在的学生多么现实 他们给我开玩笑说 找研究生指导老师啊 都是找院长啦 主任啦那些 先知道直接拿钱买 然后呢 你出去考别的学校的时候 推荐信呢 找那些学术威望最高的老师 现在学生是非常非常的 精准 功利的 但是恰恰在基本的 就是对知识的纯粹的追求上 是是是 我觉得我有时候自己反思我自个儿啊 觉得是不是就说 是我跟不上时代啊 还是你拿你的标准 去判断新一代 但是啊 确实你有一个我的感觉 就是说 呃 那种对于知识 宇宙 单纯的好奇心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什么 十万个 为什么 哎呀 宇宙有多远 还有没有外星人 那种探索呀 就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 而且我记得 纯粹想知道 啊 或者说呃 背唐诗 还得会熟读 唐诗三白手 不会阴诗也会揍嘛 我小学的时候 就感觉背这个很牛 所以你刚才说85后的 要是他真是爱一行干一行的 那真非常了不起 他爱那就是纯粹的好奇兴趣嘛 对 现在恐怕的问题是 他看什么能赚就干是哪一行 不过其实因为是现在的父母亲呢 也都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嘛 所以就是尽可能去帮助他 输在起跑点 你不是说最近台湾有个郭台铭 对啊 他是台湾的首富嘛 那之前其实 我觉得 他不会输在起跑点了 那起跑点都比人家钱很多了 这个其实在台湾有一个名词叫金色楼梯 那这个金色楼梯其实是很好的嘛 就是因为你有一个这样的金色楼梯的时候 你就少跑十年路啊 然后那个平常的普通的梯子 你跑死了也上不了那个天厅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郭先生 其实他自己本身是白手起家 他非常的优秀 可是他为了要让他的女儿 将来能够在他的这个事业上面 能够是一个得力帮手 所以最近他就引进了很多的大陆的戏 包括山西的这个丽丘 不叫丽纯 叫丽丘 是一个很不错的戏 在台湾大手笔的做慈善的演出 门票的时候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但是任何出现的场合 都是他那个女儿 然后叫永龄基金会 是一个慈善的基金会 然后把女儿扶到台面上 那女儿的社会地位 是不是真的提高了呢 她其实很年轻 也就二十出头 然后也是去国外念书回来 大概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已经是开始爸爸培植他 但是这个就是来讲 他一定不会输在别人的起跑点上了 香港也有几个富豪啊 女儿都输回来了 盖一片楼 让他做全部的设计 盖一个大商场 让他做全部的设计 没有用的 人家最后记得 还是你是谁谁谁的女儿 人家看到了你还是那个梯子 而不是看你梯子上的 我倒不觉得其实是没有用 我觉得用是一定有的 就是看他将来的大用小用 但是这个就是说你是窦文涛的太太 或你是谁的名人的牵手 是一样道理 他永远有一个就是附属的官环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可是这个东西啊 你知道就是我 我逐渐 他说这个 让我想起了人类进化 所以现在有个科学家预测 就是这个人也在进化 那么说十万年之后 人会变成什么样 这中间有好多发展阶段 到十万年的时候 人类会分成两个亚型 一个亚型呢 是高大英俊 血统高贵 知识渊博 出身名门 这个是一个亚型 另一个亚型啊 就是基因里边属于残废的那种 身材矮小畸形 这个智慧愚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啊 慢慢的基因好的这帮人 自觉的保持自己的这个基因优势 他们之间的这种这种 优生血 优生 也不乱播二奶 也不乱播二奶 对对对 不乱播种 然后呢 你那个基因差的呢 因为他就说经过人类科学 这么发展之后啊 人的这个自己的基因进化能力低了 所以会出现呢 这种现象 我不用的去想起啊 就你说的像这种 其实现在 我有时候真羡慕 有些有钱人 他可以在这讲 我的孩子 哎呀 老在美国上学 我觉得不行 我得给他请个私塾先生 我怎么能 不会中国话呢 怎么能不了解中国文化呢 哎呦 我在旁边想啊 这真是你有钱呢 你能这么样的培养你的孩子 其实没用 我还是觉得其实没用 不过照你那个说法 我们又回到奴隶社会 对对对对 不过现在其实也有一个趋势在台湾 它就叫做一个M型的社会 就是说 其实顶巅的这个M 就是好的这一批 它就在一个尖端上 但是不好的这批呢 也在另外一个尖端上 可是一般中等的老百姓 没有了 他就是两个极端 你就是支持他的观点 就是人类趋向于两极分化 已经不是未来的事情 是现在就已经呈现 开始这个现象了嘛 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人 事实上心里也要平衡 假设说今天我有一个爸爸 或者是我有一个那个 我有一个爸爸 我有八个爸爸才好呢 我说如果有人支持我 其实我不在意当他的附属 只要我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只要我能够做得好 也许光环会分掉一点 但是你还是成功的嘛 可是你说我完全不要我爸爸 我就是不要人家说 我是谁的儿女儿 什么什么东西 我自己努力 你慢慢搞20年 你不见得成功啊 对不对 所以想办法吸引注意 问题就是什么叫成功 你知道就现在他很多时候 你说你指的成功 蹦登当了副总裁 这在学生里就太成功了 我们都找不着工作呢 还有一种 你知道最近出一些这个案子 我觉得也挺恐怖的 就是一个学生 他呢 比如说考上了这个广州的一个大学 本来好好上着呢 但是假期啊 几个同学在一起聚会 他一听说 其他那几个同学 上的都是北京的重点大学 他不干了 退学 我要退学 我要重新再考 就这是他 我重新再考 我一定要考北京的重点大学 他爸爸 不让他考 你说就因为这个原因呢 拿着两把刀 刚吃完晚饭 追杀他父亲 30多刀砍死他父亲 他父亲也拿起刀 但是不敢砍儿子 你说这个父子之间呢 我就当时觉得 他父亲从房间退到阳台 从四楼退到三楼 这么一路杀 活活的30多刀把父亲砍死 你说为了什么 就为了父亲不同意他退学 就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 那个那个成大那个学生是起跑的时候 蹦跌了一跤 这个是好了 起跑的时候就就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你说现在这个受诱惑 我给你看两张照片 就现在这个学校 学校门口啊 你看贴这个什么广告啊 终点房 在教室外边贴这个终点房的广告 你再看下一张 特惠终点房 自动麻将 这比咱们小的时候诱惑多多了 还一个红服啊 还红服啊 现在好多学校外头那个出租房啊 那都是给学生们同居用的 天哪 这么明目张大 台湾没有这样吗 应该是没有吧 香港也没有 据我看到这全世界都少有 这种围绕的大学周围的 这么急迫的 而且是比较 从我来讲 我是有工作的 我对要大学生到我们这找工作 咱理科不懂 我就说文科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是悟性 你什么专业知识 到这儿学什么新闻 写什么新闻 几分钟就学会了 重要的是 其实比如说我们对一个大学生要求 我跟你说个事 你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你能不能听得懂 那个阿诚说的那个速读法 上次我陪他到北大讲一次 他就讲一个速读法 其实对我蛮有启发的 他说两种 一种人是书是越读越多 我其实也觉得是书是越读越多 来不及读 对不对 你总觉得自己知识很少 他说 他说 不是 他说应该用个速读 什么叫速读法 就是说你开始读的书的时候 重要的书的时候 你脑子别去想它 别批判它 什么都没想 你就当一个傻瓜 你就接受 你别一看就说 蛮胡说的 别这样 你就这叫术朴术的术 速读 速读不是快速 没有预设立场 然后读完 直直细细的读完了以后 你再读第二遍 再辩驳 你这样大书速读过以后 你以后再看 他比方说他举的例子 他最早速读的 就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 他说他什么观点 都掌握得很透 还有鲁迅 我想我最早速读 就是鲁迅的书 他说你这些书 读完了以后 以后你看到书 你就真的可以速读了 就是快速的书了 你把对角线一划 你就知道 他大概就这么些东西 所以他的理论 就是说书越读越少的 你掌握了基本的东西了以后 你其实不会那么眼花缭乱的 那个讲法对我非常有启发 可是你说这个悟性 怎么来的呢 我的建议是悟性是天生的 所以大学生不用想悟性 多读基础的东西